我们下面就是 到了这个就第二行的木尾 N等于FTI 这里做到了什么呢 就是把一个公共块的 一个公共块的头拿到了 放在N里面 这句话对不对啊 听明白了没有啊 就是把一个公共块的这个头 这里是个循环嘛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拿了第一块 等于后就把这一块拿来了 这一块的头 这个头是什么 这个一 把这个一放到了大N里面 所以同学们可以在书上你可以记 对吧 书上来记 就是把这个符号表的路口 第一块的符号表的路口 放到了大N里面 好再记下去 再记下去这个Wheel 一直到倒数第四行的N的 到倒数第四行的N的 这里一大段程序 是干什么的呢 就处理一个公共园 处理一个公共园 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四行不是一个N的offWheel吗 是吧 从这个Wheel开始 Wheel N不等于N 到这个倒数第四行的N的offWheel 这里是处理一个公共园 那么好 下面我们就讲 这个一个公共园里面呢 实际上 就是它处理的时候 一部分就是说 它假如是一个 纯粹的是一个公共园呢 就比较简单 主要是处理到 它是等家园的时候 大部分是在干那个事情 干那个事情 好 我们一个个念下来 Wheel不等于这个 Wheel 大N不等于N 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把这个跟上 跟上 大家跟上啊 这个程序是你们要写成程序的 对不对啊 我现在帮你们把理解理解 这个你们写成程序的 上集体啊 同学们跟上了没有 Wheel N 大N不等于N 堵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等家 公共园没有处理完 是不是这句话 我刚才说的这一大段 是在处理一个 处理一个公共园 对吧 处理好了以后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好 换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它拿上了一个 是不是是空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处理 假如不是等于N 的话 那就是 这个还有了 对吧 还有了嘛 再做下去啊 再做下去 做下去 然后呢 这个begin后来的if DAN 不等于0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DN DN 像啊 已经被分配了 就是 同学们这里就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时候 一直讲对的 同学们写这个公共语句 还有没有可能写错了 对不对啊 这个公共语句里面 可能同样的名字写几遍 有可能吧 好 写几遍 就是你想 假如说 把这个大A 写过一遍 已经分配过了 还在后面再写一个大A 是不是出问题啊 那就对一个人 要站两个位置 那就要怎么弄发 就出问题 所以类似于这一类的错误 它还有纠错 这里面还要 还要考虑到这些 包括等价语句的 不恰当的等价 那也会出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 这个一些检查 这里这个冲突 再给 这下面 这个 假如说这个分配了以后 不冲突 就是这个时候 假如说你已经分配 分配的对就是什么呢 这个DN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等于 大 等于小D DA 大N 这个表示什么 就是把程序分配的时候 分配地质 分配两项 一项呢 叫DA DA是段 是拼音字母的段 是段号 段号 段号等于小D 小D是等于什么 前面不是写的吗 小D等于I加127吗 是不是啊 127 然后呢 后面这个 一个地质是 ADD是N 大N 等于A 那就是小A地质嘛 是吧 如果说不冲突的话 就你现在该分到这里了 所以小A指的是 当前可分配地质 对不对 小A是指 当前可分配地质 小D是指 当前的段号 当前的段号 好 如果分配的对的话 那应该必须是这样 不冲突 好 第一次 就是这个公共园 在分配过程当中 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 那就开始分了 那么分了 大家去看 跟上我了吧 下面是E负 EQ 大N 等于N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等价源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 每分配公共园的时候 最操心的是 你是不是等价源 你假如不是等价源 是不是很好分配 这么分配吧 当前地质不是 当前可分配地质不是小A吗 然后再加上你多胖 对不对 当前就是把小A分给你 就是分给你的地质 然后呢 再把小A移动一下 移动你的胖度 size 是不是啊 一加不就过去了吧 所以如果是 完全公共快的话 分配起来是很舒服的 一直往前推 就像在我们这个 这里这个ABC一样 这分配是不是很容易啊 小A就是你可分配地质嘛 当前可分配地质 然后呢 把你一分配 就是你大A分配 A分配在哪里啊 就把小A填过去就完了 填过去以后 再把小A加上A1的size 就把这个A就移过去了 一次一次往前走 所以小A总是指向 当前可分配地质 是不是啊 一旦把你分配完了以后 再把它移动过去 所以这是很舒服的 所以但是我们操心的是什么呢 就害怕你是等价源 一等价源就完蛋了 那就来了一批人 是不是啊 然后就招呼这一家子 怎么分配 是不是意思啊 好 听明白了 好 那就是说 刚才说 跟上我啊 就是说一批 一扣大N等于尼尔 那很舒服 就分配着段号 段号是不变的 是不是啊 在这个段里面 总是小D 然后呢 它的D值呢 就是小A 好 分配完了 这个时候再S 那就是什么 一扣就是 不等于尼尔了 那也就是它是个等价源 也就是DN 像是等价源 同学们 这个N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大N啊 是这个LUKO 在料定这个大N 是不是在那变化 这个大N 是不是在那跑的 开始的时候LUKO给你 料定它 一个公共员分配完了以后 新的一个公共员的地址 这个LUKO 又是大N 按这个程序走下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同学们 对这个大N 是不是应该有 有这么一个概念 是不是啊 你说刚开始是LUKO啊 那那怎么是大N啊 它看起来 大N好像就不一定是LUKO了 对的 这个大N就是表示 当前被你考察的 这一项的符号标LUKO 后面一定会动它 是吧 你在想着后面一定会动的 好 好 这个时候呢 大N呢 这个这项呢 是等价源了 等价源 这里有个begin enter 它对的很齐 这个就是分配 等价源的 等价 分配等价 等价片的 同学们把这个写上 这是分配等价片 等价源拿来的话 你拿到一个等价源的话 一定要把这一片 全部处理掉 你不能光把自己 一处理就跑了 那就目标丢掉了 这是处理等价片的 好 这个begin呢 拿到了呢 大N1 等于N F等于offsetN 这个是我们撞上的 第一个等价源 这个等价源本来没有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是不是 是个狂嘛 但是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是表示什么呢 在公共语句里面撞上你了 是吧 这里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 这个撞上它的 是不是马上就分配它呢 那下面要看下去了 撞上它 是不是马上就能分配它 还不敢 是不是 撞上它要分配它的话 它头上的那些人 不要虫上去了吗 所以我们这里分配 不是这样分配的 先把它撞上了 先把它拿到 放在大N1里面 然后呢 再来一个repeater 是吧 大家看到这个repeater repeater这里面 好 先做一件事情 先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呢 这个 小A1 等于A加上offsetN1解F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实际上是 等价员的分配公式 等价员的分配公式 我们撞上来 撞上了这一个人 还有等价片子 还有好多好多人 其他人该怎么分配呢 其他人怎么分配呢 那就是按照 按照这个公式来分配的 按照公式来分配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 看这个A1 是不是小于零 A1是不是小于零 A1小于零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这个冒头 是吧 是个冒头现象 就是这里对每一个 每一元呢 都求一个A1 如果A1小于零的话 那就属于冒头 好 在下面 在下面一个一负 在下面这个一负呢 这个DA 大N1 不等于零 他们N的什么 这个是表示了 等价元已经分配过了 地质出现了冲突 这句话是表示 等价元已经分配过了 但是呢 地质呢 表示冲突 好 那么下面呢 就是 在L4B1呢 就是 没有被分配 没有被分配 那么现在要分配的这个元呢 我们说大N1吧 这个大N1 它的断号 当然还是小D 这不保证不变 然后呢 它的地质呢 就刚刚算过了 这小A1 小A1就是 大家看到 repeater下面这一行 所以说 先算一下你的地质 你的地质 到底小一不小于零 如果小于零了 那就是冒头了 如果不小于零了 那就给你再放下来 再放下来 然后呢 再下面一个 这个 这个Length 这算是等价源的这个长 由于你这个等价源进来 由于你进来以后 使得 这个 这个长度 公共快乐长度 增加了多少 这个Length 等于这个 求一个Length 和A1 加上size 这个N1 这是一个求的 新的等价源的这个长度 和老的等 和老的公共快乐长度 两个进行比较 求一个最大的 好 下面一个N1 等于EQLE呢 这句话 就是求下一个等价源 求下一个等价源 是不是 是等价源 在做循环吗 做等价源 在循环 好 到这里 到ND呢 到N的呢 那比如说 这个等价源 就 这个等价片 就做完了 做完了 好 那到下面一个N的 再下面一个A 等于A加sizeN 那么这个呢 是公共源 自己把这个长度增加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多少 是公共源 自己长了多少 前面已经把等价源的 对公共快乐长度 已经 已经这个 贡献已经算过了 那么现在算的呢 是等价源 它自己本身长了多少 再下面一个 再下面一个 不是又求一次最大值吗 再求一次最大值 这最大值是 公共源和等价源 两个合起来了 前面这个量子 是 就 前面这个量子 LEN 是表示等价源的贡献 后面一个小A 是公共源的贡献 求它两个最大 好 再求一个 是大N等于CMP 那就是下一个公共源了 下一个公共源的循环 好 这个下面自己就看下去 这我帮大家 这个稍微过一遍 你们自己在下来的 研究的时候 可以 可以 这个顺利一点 好 那么 刚刚呢 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 这个在程序里面 假如说是有 这个 就是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是有 公共快的情况下面 这么分配 有公共快的情况 这么分配 分配完了 那么这个程序里面 是有公共快 那么还有呢 有一般的简单变量 还有 等价片 那么他们怎么分配 也就是他们不在公共快里面 带掉了 单独的公共 单独的等价源 有可能吗 是吧 单独的等价片 它不是 在公共快里面 没有出现 那完全可以的吧 还有呢 一般的简单变量 一般的宿主 那他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要分配他们 对他们的分配呢 我们没有特定说 一定要先分配水 没有特定先分配水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混在一起的 那假如说我们有 有一个程序啊 这个写出了这么一 一段说明 一段说明呢 有数据说明A 有数据说明B 还有简单变量 还有等价语句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一般的变量的说明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那么我们怎么分配方呢 那么我们说 假如我们说 画一个 先把这个符号表画出来 就是经过我们编译之后 在符号表里面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假如说 有这个 先假如出现 就再次强调 这个名字出现 是完全随机 这个完全根据你的 程序的写法 和我们的符号表的 这个算法 是 不一定是要 一定要怎么样啊 我们说 假如出现的 先出现的是A 数据A 再呢 有B 是吧 有B 还有说明是Y 讲到没有顺序了 再有Y ABY 然后呢 还有X 还有Z 角度符号表 是这么出现的 这完全可能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又有说 所以说是这个是等价的 X和A是等价的 X和A是等价的 好 那么这里呢 有Offset 还有EQ 是吧 X 这个和这个是等价的 这交流是1 这交流是1 2 3 4 5 那A和X等价 那就表示这里要写上4 再写上1 所以我们对不对啊 是吧 X和A等价 X和A等价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说 我们还可以写写 他们的这个写出来以后的 这个Offset的情况 这样处理过来的话 这个坐标远点是谁啊 这个等价款的坐标远点是谁 是X吧 是吧 是X是 X是坐标远点 那我们这里写这个Offset 它是0 是吧 然后呢 它呢 A呢 这多少 21 对 这个负吧 这个负的 负的 对吧 负的21 就是因为 这个 X是定在A21 A23这个位置嘛 A11就在这一边嘛 是吧 A23在这里 A11在这里 那当然是负的了 是吧 是负的 那么 以为这个东西了 那现在我们就说 其他东西当然都很一般 很一般 那么下面就要 要进行这个地质分配了 进行地质分配 那么分配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 这里分配到了 没有说 一定要把等价语句先分配 还是说把数字先分配 没有这个 没有做这种规定 那你就我们可以 按照顺序下来 还怎么下来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数字在分配呢 我们分配在 假如说我们分配到 这个 假如说分配的时候 我们说先分到Y吧 我们先 假如从Y开始分配 假如在我们分配的时候 假如先撞到了Y 把Y分了 Y分了以后呢 下面假如再分到 又撞到了这个 撞到了这个X Y分了以后再撞到X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分配好呢 有个问题了 我们就在 这个位置是分配到Y了 下面遇到了这个X 我们说 能不能就把X接着分配呢 出现这个问题了 分配到Y以后 能不能就把X分配掉呢 这次把X分配了 就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X分配在这个 这个A是什么样的 A23在这里是不是 这里A1会跑到这里 没有来吧 是不是啊 要重上去吧 是不是重上去了 那么这个情况 是不是又遇到了 一个不可预测的等价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这样 你把这个分到这里 其他的这个 这个前面那个 又分配了某一个 数数元素了嘛 是不是啊 A22是不是在里面了 那同学们想该该 这个时候该怎么分配好 该怎么分配比较好啊 假如说理想的情况下 分配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比较理想 就是 因为你这里面 就是说 X来的话 肯定A肯定要进来 是吧 A肯定要进来 那么这个A分在什么地方好呢 如果A分配成这个样子的话 是不是比较合适啊 看明白没有 先分配Y 再分配A 再分配过来 A23在这个位置呢 分配在X 这样分配是不是比较合适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 这里的这个 分配的过程当中 啊 在这个分配 假如是撞到了 撞到了 这个 等价源 就撞 撞到了这某一个等价源 X 等价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分配的时候呢 是要找 他们这个里面的 最小的一个 谁是最小的 把他先分掉 把他先分掉 谁最小呢 是X最小 A最小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会写成这个样子 啊 就是这里有 分配的过程当中 撞到了 在分配的过程当中 撞到了某一个等价源 好 把等价源全部列出来 等价全部列出来 这是等价源 这所有等价源 这是符号别的路口 N1N2一直到A 这个NM 然后呢 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呢 比如说 这个N1呢就是X 然后这个N2呢就是A 然后他们offset呢 分别是这些 分别是这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分配呢 不是撞到谁就分配 是把他们里面最小的找出来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F 求一个最小值 求到谁是谁是最小呢 比如在我们这里情况下 找到他最小 N2是最小 那把N2 那把他先拿来分配 把他顶到头上分配 然后呢 按照他的这个 把他分配下来以后 然后呢 再找一个公式 分配其他人 是不是啊 这样可不可以啊 那我们这些算法就是这样 Y把它分配掉 然后呢 在这里呢求一个最小值 假如F2最小 F2最小 那么最小的这个人 这个N2的地址 最小的这个人就是A嘛 他的地址呢就是这个小A 这个小A就给他了 把他的地址最小的给他了 啊 然后其他人呢 其他的人 这个Ni呢 就其他这些人呢 他分配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公式 这个公式 小A 最小的这个人的地址 小A加上 这个Fi-F2 就是最小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被分配的 被分配的 不管谁 都是N 都是R嘛 Ni 你这项分的什么地方呢 就把你的office拿来 套在这公式里面 去一算 这想的是不是很自然啊 这是七十地址嘛 你不差多少嘛 因为一减嘛 然后我们就放进去 那你说 这个我们会说 验算一下 对不对 这个公式对不对啊 你这个特别的说 对X来说 是这个F1是等于0 对X来说F1等于0 那么F2等于-21 那你来解解这个式子 那正好他在A加21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验算一下 正好验算这个情况 所以这是不是比较简单 是吧 比较简单 所以说在等价语具分配 这是等价语具分配 这个在我们撞到了 某个等价款的话 不是马上就分他 给这个前面公共语具不一样 我们这件事撞到他以后呢 叫他最小的来 叫他们最小的来 我分配最小的 把最小的分配掉 这是最小的 虽然我们撞到的是X 假如撞到的X 但是我不是马上分配X 公共语具是不一样 公共语具是撞到的水 水就要先分配 撞到的水就是水分配 听明白吧 公共语具 在我们公共语具的过程当中 撞到了等价款的某一个人 这个时候不是做最小的 而是马上把它分配掉 然后其他的人呢 是跟他的这个offset的指差 投影上去 而在等价语具里面 撞到水 不马上分配 就撞到X 这里撞到X Y的下面是撞到X了 不分配 而是叫你等价款里面 最小的人来 把最小的人拿来 这个最小的人拿来 最小的人拿来 最小的人拿来 把最小的人分配掉 然后呢 把其他的人呢 都投影到这个上面去 都用这个公式投影上去 这样的结果呢 是不是没有造成 用户不知道的这个等价 是不是啊 没有造成用户不知道的等价 你是不是刚刚进进的 把它放上去嘛 对不对 这个比那个公共语具 还清楚一点 是不是啊 公共语具还有一点 要算一算 所以这是你的技巧 造成的等价 用户没有显示的写出来 但是呢 隐私的你是算得出来的 而这个呢 就是跟你用户写的完全一样 是不是完全一样 跟我们分配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同学们听明白了没有啊 就是公共语具的这个分配 公共语具里面的 对等价款的分配 和这个等价款 纯粹自己等价款的分配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听明白没有啊 听清楚了啊 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说 你不要造成一个造成一个现象 是用户不知道的 用户不知道的 那就算出的结果肯定是 肯定是错的嘛 是不是啊 就是你造成的结果 一种呢 是我尽量的给你用户的 显示的是一样的 用户写成啥就是啥 用户说我给你等价 那就把你分在一起 我没写的话 千万你不能把他 我给他等价起来 那用户就有了不得了 但是呢 我们确实有的是很无奈 在前面那个是很无奈 是不是 否则就做不成了 但是呢 这种情况下呢 我这个 让你这个这个 允许你 但是这个允许你呢 是用户要仔细一点 你算的是算得出来的 这个等价是算得出来的 所以我理解为你的技巧 就是说我不写 但是实现的时候 是这样实现的 谁都能够算得出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 还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好 那把它的分配 把它也分配掉了以后 然后呢 就分配到这里了 再说下面 把它分配完了以后 叫做x分配完了 是z的话 那z就挨着下面分配就是了 就是 除了公共语句的比较啰嗦之外 就是个等价语句 碰到等价语句怎么分配 就刚刚这样分配 把它分配完了以后 你下面再装着啥 就按照这个字 做下去就完了 所以它里面没有再 再有其他的 这个麻烦的事情了 麻烦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个 它的分配 当然这个书上还有 我们这里还有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都很简单 你看看 这个算法都很简单 我已经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 在宽 首先在宽内求一个最小的 我们寄成f 然后宽内的其他的原 怎么分配呢 其他原叫做寄成ni 那么它的段号 它就是公共的 这个da 这个段号 我们都是形成小d嘛 然后它的这个地址在哪 就是相对地址 这是相对地址 相对地址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 现在可分配的地址 就是小a 加上这两个指叉 这两个指叉 这是最小的吗 这是你自己的 你两个指叉 放上去 然后最后 在局部区的长度 就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 所以这段比较简单 同学们自己可以看看 所以这样呢 就是我们把 静态分配的 就算讲完了 静态分配讲完了 书上还有一段 关于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 零食单元的分配 那这段也是很简单的 我就不在上面这个 这个仔细讲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这个动态分配啊 嗯 好 这样动态分配 那么这段呢 当然相对来说 是比较精彩的 啊 这个 所以说精彩的呢 就是说 大家是不是会感到 应该有一点 觉得 为什么精彩 就是应该觉得 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呢 因为会想 世语院是怎么分配的 是不是啊 世语院的程度 怎么分配的 比如说 还有我们比较经典的 这个 这个有一些 呃 语言的机构 是嵌头机构的 它又是怎么分配的 对 我们前面讲的 有分程序机构的 它们是怎么分配的 这个我们 这个 就要讲这个三 三样东西啊 动态分配上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最基础的 程序可以递规 程序可以递规的 有递规结构的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 就是你可以递规的 怎么处理 然后呢 在地规的基础上面 这个程序再复杂一点 说这个程序呢 会嵌套的 怎么分配 然后呢 再复杂一点 说它是一个分程序机构的 又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说这三个 三个层次啊 三个层次 那么先说呢 一个简单的是一个 这个允许 这个允许递规 允许递规 允许递规 那就是这一段 第三 那就是前面两个不允许 过程不允许欠套 没有分程序机构 那这就是我们最第一阶段 然后这个第二个阶段 这个第三个阶段 那我们先讲这个阶段 但是呢 我们又放宽了 就是过程里面允许有可变数组 允许可变数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程序里面 你写出来的这个数组的 这个上下件 是变量 这种情况 我还允许 就是允许这两个 允许两个 不允许这两个 这个我们作为 这三个层次里面的都允许的 那么同学们想想 这个嵌套 这个地规是带来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 还说是嵌套的话 就不能把分死呢 我们看看模块结构是什么 说这个程序 这个同学们这个程序里面 一个组程序 两个子程序 好 我分配的时候 我说 这些程序都很简单 你说 你要 你怎么说明的 我说明了几个简单变量 说明了几个数组 好 我就给你分死就完了嘛 对不对 这两个简单变量 好 两个单元 说一个数组 10数实在 好 100 102 你多少 分配完了 那你就运行的时候 他运行的时候 就给他102 然后说他要调用它 那给他 我也不是给分配好了吗 再给你就是了 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他102 那永远是102 不会再出问题 假如我们反过来 就是他 这个程序 说我还可以嵌套 还可以定规 定规什么意思 我这个程序A 我还可以再调A 那同学们想想 这个他原来一个A的话 一个程序啊 他不是两个变量 一个数组 102 现在再自己再调一次以后 那102个单元还够不够啊 那不够了嘛 你说原来是102 我调出去 再去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他又是要复制一份啊 还要102 是不是啊 因为那个102回来以后 我还要用到原来这个102的吧 所以呢就是二乘102 哎 但是我就给你二乘102 那我还要低规了 这还要在这个低规下去 那你怎么办 那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你这个不能限制人家多少说 多少多少次就就就就停了 所以因此呢 这个过程啊 一这个一可以低规的话 这个也是原来的一套单元啊 那是不够用了 是不是这样 不够用了 好 那么对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处理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C语言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这样 就是C语言里面呢 那当然还有全局的是吧 他用用他我自己的 自己定义的102 还有还有全局的吧 全局的数据机构 那么那还有一篇 那篇谁都要用的 好 我谁呢 我程序里面呢 一片是这个全局的数据数据区 然后呢 再有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程序啊 这个程序呢 叫做Q程序啊 Q程序 那么Q程序呢 他有一批存储 那么我们叫做 叫做Q的活动记录 当中学们就要问 哎 活动记录里面放了什么 那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讨论的 那反正意思说 反正是Q程序要运行的时候 你说有要的东西 我这里都给你 就叫活动记录 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不是还放宽了吗 就是说说你 里面还可以可变数组吗 数组还可以可变 好 那么我们再给你一个数组区 数组区 好 所以说呢 对于Q这个程序 对于Q这个程序啊 它一共要存储 存储多少地方呢 要存储到这里为止 就这一块是Q程序的 Q程序的 它需要的存储区 一部分就是它 可以想象 什么这些简单变量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在这里面 是不是啊 都在这里面啊 就这个 然后呢 这个数组 所以这个呢 是从SP到Top 这两个是一个指针 这两个是指针 就像那样变质器 变质 指针 这两个指针 插入的这块地方 就是它说要的 然后呢 Q程序里面 它会掉这个另外一个程序 掉R程序 那么R程序呢 那就在上面堆上去了 好 那么它 这个 这跟它一样 好 线性的呢 就是R的运行 就在这一块里面运行 所以 所以这对R运行的时候 它要取的数据在什么地方呢 取这一块 再取这一块 这块又取不着 是吧 这块可以是全取的嘛 我们可以有一个指针指向它 不动的 然后这块里面 是R程序可以用的 谁都可以用的 然后R自己呢 拿SP来取 是不是这样 R 这里面所有的量 都拿SP来取 SP是个变质嘛 是个指针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它也包括 取它里面的数组 数组 那么再如果 R里面再掉呢 那从此哪里开始呢 就根据这个SP 可以把 根据Top 可以把SP移到上面去 是不是啊 把Top加1 不是新的一区开始了吗 退回来 是不是按照顺序 退回来的 是保证能退回来 退回来 是不是战时退回来 先进后出的嘛 所以为什么用战时的 一定是 这个Q是后退 R是先退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说 总体结构这样 是不是可行 是不是可行啊 一个是调用的次序 我们用个战时的 来保证这个存储 然后呢 从于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然后呢 就是你R自己掉R呢 那再往上 再加R就是了嘛 你新的R就在上面运行 对不对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 好像可以 是不是啊 可以 好 那我们再下面问 这个活动记录里面 会是什么东西 大家想想看 一个成续用心的时候 这里面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要有些什么 那你不会忘记的 什么简单变量 是吧 还有宿主要不要 那肯定有宿主 但是宿主我们说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宿主是一个 这个可变的宿主 那么 宿主 这个具体的宿主趋在这里 这里面是不是要放它的 信息向量 我们宿主不是一起搞过 搞过一个宿主的符号表 然后一个信息向量 在它的存储 是不是三样表 是不是啊 那这信息向量表呢 就打到这里来了 数据区呢 就放在这儿了 真正的数据就放在这儿了 是吧 还有啥东西 还有些临时变远 是不是啊 有临时变远吧 也要放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是啥 从你们想这个事情 叫做你自己去做 你不要想到这个事情 都是 都是人家给你弄好的 你以后自己要去做事情的 你说 应该还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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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要不要 有没有穿梭 需不需要穿梭 当然需要穿梭了 一个过程 一个活动掉一个 掉另外一个 那里面没有穿梭去怎么行啊 要有穿梭 还有啥东西啊 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回来的话 要不要返回地址啊 还要返回地址 那还有啥 还有你这个 这个SP 你看 这个如果退回来的话 我怎么能够找到 这个 这个SP 要不要找到啊 返回的话 是不是要还有SP啊 SP 要不要保留啊 好 来看看 应该是什么东西 这是老的SP 是不是啊 要返回不是老的SP吗 你还要返回地址 穿梭的过属 形式单元 那这些东西 都要有啊 都要有 那么 这就是我们信息 我们在数据区里面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过程 掉用了另外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怎么在上面建起来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建起来的 就是你 你一定要用了它 这个东西谁给你建的 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我们下面就是从这里开始讲 下课了